哈喽大家好,我是程一啊,然后我现在正在雄安新区白杨店景区门口附近啊,大张庄 然后我看见前边正在进行一些比较规模比较大的施工啊,好多围档正在围起来 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,然后呢,咱们能看见吗,绿色的部分,那是台挖掘机正在进行挖掘 然后呢,我现在准备过去离近了,然后看一看他到底在干什么 这个楼房,后边右边就是白杨店的主店,东边就是白杨店的主店啊 据说这边是相当于原来呢,这边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小店吧 但是呢,没什么水啊,在这边我听村民讲,当然村民讲的也不一定正确 他这边,大家看见那个挖掘机没有,这边围档都在挡起来了,绿色的围档 说是这边要进行什么呢,就是要进行全面的清淤,要把这儿挖掉 然后重新在这块呢,重新建设一个大堤啊,然后大家看见什么中国电建啊 之类的这些建设工地吧,正在进行施工啊,这个水已经排净了啊 现在正在那个施工阶段,呃,大家可以看见啊,规模还真是不小 不知道什么时候具体完工啊,听村民讲以后这些呃,不只是这个河道 那边那个河道边上那个房子也要拆掉啊,这边啊 啊,每次看见这个熊岸新区建设,总是觉得,哎呀,这个 希望他能建设的更快一点吧,日行月异,让新区人民得到更多的好处 刚才一些村民在讲,哎呀,我们这个现在正在搞建设,暂时劲呢 可能受到了一些,呃,一些那个利益方面的损失吧 希望能尽快的,啊,让他们享受到新区建设的好处吧 啊,好,然后这个视频给大家排到这里,呃,咱们去前面再去看看 工地上看看去